你好,大家好,我是Stan Nepris韓劇Talk Rory 在第二季公开不到三天 就在Nepris全球TV秀部门登上了一位 在全世界都获得了超高的人气 但是在韩国却因为剧中反派之一的空接缺角 上升全裸的片段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在Talk Rory第13季 有一个缺角将衬衫丢掉后 上半身全裸的音幕 因为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意想不到的漏点 所以这一幕马上就在韩国各大论坛掀起了热议 因为黑江毫无意义的路上半身 感到很不愉快 那一幕真的需要吗 为什么一定要裸身呢 因为你们这些人只关注裸身 前后台词片段根本都没有在看 说实话感觉真的是多余的 大家都已经知道黑江在剧中通过风凶手术 剧情也知道他为什么要那样 有必要这样完全的路上身吗 我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演员就是要以演技来说明 跟黑江的角色非常符合 他这个人什么都没有 只有那块身体 而且很弹心又很笨 这演员把这个演得非常好 以后一定会走滑路的 真的不知道所以问一下 到底什么是有意义的漏点 按照你们的逻辑 所有电影都不需要那一幕吧 对着十九进说很色 到底是想要怎样 但是在青少年都很容易看到的 哪普利斯 突然有那一幕的话 确实是有点不太好 十九进电视剧里的那种角色 竟然会有这样的争议 也真的是在搞笑 失可而止吧傻瓜们 所以有看过这部戏的人 在看到那一幕的时候 大家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 多余 还是需要的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以为是男人 结果下车的是女人而失望 但那个人是女时时 我叫男人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翻唱超红神曲后 获得更高人气的女团歌曲 好 好 接下来 好 起来 好 快 我们的 next level 저 너머의 문을 열어 next level 하늘이 날 반기고 세상은 아름다워 어떤 날도 나의 불어운 날들이여 불둘아 안녕 내 맘속에 눈물들던 이